进入OneNote网站后 如果您想先了解一下 OneNote有什么样的功能 有哪些人在使用 网站上已经有提供哪些教材 您可以先使用访客的方式进入 按下取得访客代码 直接登录 系统会自动产生八位数的号码 您只要将这八位数号码记下 下次就可以继续使用相同的代码登录 使用访客账号登录OneNote后 您可以从网页上方 找到编辑个人资讯 在这边您就可以输入自己的 姓、名以及相关的简介 这样就能够将OneNote账号中的 个人资讯设定完成 如果您忘记您的访客代码 您可以从网页右上方 就可以找到它 或是选案 编辑个人资讯 在右上角的位置 也能看到这个代码 日後你想使用相同的訪客帳號登入時 請從訪客登入的下方 輸入您的訪客代碼 按下確定 這樣就可以繼續您的學習 您之前有加入過的群組 訂閱的課程都會繼續保留在裡面